花蓮中南区乡镇垃圾掩埋场陆续借满使用连线 垃圾该怎么处理已经是各乡镇很重要的课题 光复乡公所原本计划购买垃圾场周边土地来扩建 但遇上瓶颈 转而像玉璃以及新权箱一样 增加垃圾掩埋场高度来增加容纳量 而这个举动引发乡代会的高度关注 乡长林清水立即缓甲表示说 现阶段还在研议当中 希望可以朝多元管道来争取解决垃圾场饱和的问题 光复乡垃圾掩埋场使用连线今年将届满 未来垃圾何去何从 垃圾掩埋场能否转型发展 相待会从去年持续追踪 尤其针对了乡公所去年提出 购买垃圾场周边土地扩建的规划高度关注 后地扩建碰上了相关环保法规 还评 再加上经费过于庞大等瓶颈 但垃圾场饱和解决垃圾无处可对的问题 也迫在眉睫 相关所在参考环璃镇 进行成像垃圾掩埋场延寿的规划作法 也有意如法炮制 增加垃圾掩埋场的高度 增加掩埋量体 也再度引发了向代表的讨论 向代会高度关注 乡长林清水表示 增加高度延长垃圾掩埋场使用寿命 但是由于还有包括了经费、环品等问题 期待克服 因此现阶段仍在研议评估当中 林乡长希望尝试多元管道 来规划争取最有力、最有效的 解决垃圾薄和厚的垃圾处理问题 记者十一玉栏光复采访报道